他今在IG指控炎耀倫罪行 表示我的第一次给了你 在16岁的时候 期间你有尝试拍摄录影 这是我当时唯一的底线 我很严肃的跟你拒绝 你也跟我打勾勾答应了 没想到之后却还是流出影片 炎耀倫先前被爆有感情纠纷后又有人出来爆料 有抖音男神称号的网红耀乐 2018年流出不然影片 他在6月20号 控诉影片是炎耀倫拍的 他当时只有16岁 声称被炎耀倫偷拍后外流影片 最后还被死乱中气 更爆料 我如果出来选择爆料的话 你当时要请黑道解决我 耀乐在影片外流后休学3年 沉寂一段时间 进来台湾MeToo话题震热 他今在IG指控炎耀倫罪行 表示我的第一次给了你 在16岁的时候 期间你有尝试拍摄录影 这是我当时唯一的底线 我很严肃的跟你拒绝 你也跟我打勾勾答应了 没想到之后却还是流出影片 耀乐说 2018年的中秋节前夕 我永远记得我人在北京工作时 收到一条条的私讯 我跟你的影片被传播出去了 当下我很生气 很愤怒 很无处 你却只告诉清聊淡写的说 你也不知道怎么出去的 还告诉我中秋节媒体不会上班 要我放心这件事情你会处理好 但他发现事情 没有处理好 也要人给了几万块打发他 耀乐称自己手上都有对话记录跟证据 我又很怕他其实对很多人也这样子 重复利用他的大爱与明星的光环 我真的真的承受不住了 这件事情五年 这次轮到你出了站在前面了 在耀乐指控严亚伦偷拍写散播未成年人的私密影片后 严亚伦随即做出回应 表示自己在感情上有很多偏差跟扭曲的做法因为我是恋爱脑 一旦进入一段感情就会失去自己 他表示自己非常珍惜与要乐的感情 但交往的时候必定有争吵 而当时的他因为不够成熟而疏于沟通 没有能力也没有智慧好好处理分手 随后2018年周刊事件爆发 许多颜亚伦的私密影像在网路上被流传 经调查大的可能是某天去修手机的时候被外流的 那时候他也只能尽力请律师协助下架影片 他认为这些影片对他来说是定时炸弹 表示那些影片时不时的折磨住我 那段城前的时间认真的检视自己的问题缺点 决心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而这些深圳的伤疤和丑肉挥根住我一辈子 这一点我非常清楚也不曾美化或逃避 声明最后颜亚伦表示不想辜负任何人 且愿意当面害要乐道歉和弥补过错 在颜亚伦声明发表之后 要乐在21日举行记者会交代详情 他在记者会表示第一次跟颜亚伦发生违背医院的关系 2018年在横店 颜亚伦一早起来就直接侵犯了他 爱于一体情他无法反抗 当时16岁的他努力把这个行为合理化成大人情侣间的活动 他也没法告发颜亚伦 因为当时他不认识颜亚伦其他工作伙伴且他是资深前往横店 随后他透露当时害颜亚伦发生关系时的细节 他表示第一次是在天母颜亚伦家里面 颜亚伦拿起手机想拍片却遭要乐拒绝 他们还打勾承诺不会拍私密影片 结果还是由影片流出 在流出时颜亚伦并未解释为什么会有影片 只回答应该是在修手机的时候流出 解释敷衍令他无法接受 希望颜亚伦为拍摄未成年人私密影片负责 随后颜亚伦现身记者会 当面为事情鞠躬道歉 并表示要乐可以随时联络颜亚伦 也会回应相关的问题 你觉得颜亚伦现身记者会当面道歉的做法对吗 大家对这件事又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